日本限定的一个樱花可乐的包装 日本的二氧化碳不要钱吗 哈喽大家好 我是每天和狗狗一起插块地的太阳台 今天我们要插一个大的 先吃一个这个 是不是这么大箱子就拿出来一个这个 会有点感觉大家过意不起 没错它就是一瓶可乐 然后它的罐头是铁的或者是铜的 这样 大家就可以基本上听出来它的这个声音 然后这个呢是我们2018年那个 日本限定的一个樱花可乐的包装 就是这个可能包装会比这个可乐更值钱 就是是限量版的嘛 所以我就想尝一下它的味道会不会不一样 看图片是觉得还不错 我感觉我以后可以那个 出去呢里面灌点水 然后喝就喝这个 然后可以装插 不多说打开来看看 哇 哇 这个气是满足的 我都静置很久了 搞不懂为什么每次喝日本的饮料都会爆出来 我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那就是 倒太少了 是不是一倒就感觉气好足 就是可乐 就是普通的可乐 只是它的瓶子比较好看而已 让它那个气真的好足啊 日本的二氧化碳不要钱吗 没什么好说的 因为它限量版嘛 收藏呗 瓶子收藏一下 搞不好以后剩个纸什么的 好了 那今天就是喝到这个櫻花可乐到这里了 是不是有点无聊 那就无聊了 好 那今天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